这一集的话题是讲一本名为《安全编辑》的书 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投资书籍之一 作者卡拉曼是其中一个最被低估的投资者之一 在过去的30年中 他的投资基金实现了20%的平均回报率 有些人称他为小巴菲特 接下来的问题是 这位个伟大的投资者 如何在如此长的一段时间内 获得如此高的回报呢 他如何管理300亿美元并进行这个投资游戏 这就是我们在这支影片中要回答的问题 我将介绍卡拉曼获得如此高的回报 而使用的一些非常重要规则 我不知道你是否学过金融学 但金融学有一个理论 就是市场是有效的 很多人都相信这一点 基本上这个理论的意思 是每只股票的价格 都代表了该股票的真实价值 因为所有资讯都已经在市场了 不可能跑赢大使 我可以给你一个最近的例子 在这些例子证明了 股市是没有效率的 让我们看看阿里巴巴的价格 之前几支影片都讲过了 大家开始担心中国问题 阿里会被杀死 大多数投资者怎么做呢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 股价下跌了50%以上 他们的反应是情绪激动 不过公司的实际价值在这段时间 迅速下跌50%吗 当然不是 所以这就是很多大投资者 发现阿里有机会的时候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证明股市是没有效率的 阿里只是其中之一 正因为如此 像巴菲特·芒格这样的人 才能在长时间跑赢大使 他的投资比大使领先了10%以上 大约13年前 2008年 股市暴跌超过50% 在那次崩盘期间 以及崩盘后的时期 是买入股票的最佳时机 显然最好是买尽可能低的东西 卖尽可能高的东西 但为了尽可能低的买入 你需要一种叫做流动性的东西 一种叫做现金 或现金等的东西 当股票便宜时 你有钱买股票 这就是为什么 将一定比例的投资组合 分配给现金等是很重要的原因 这样你就可以在机会到来时 抢占股票 让我们再看一次股市崩盘 看看这段时间的情况 没有人确实知道 哪里是底部 大家都想知道 但没有人确切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用技术分析 找出势头买进的 只要不是横盘整理 胜算率非常高 当股票变得便宜时 应该在适当的位置买 即使你在这里买 你仍然可以在十年内 获得100%的总投资回报 一个好的投资者 应该时刻为 所有的市场条件做好准备 你应该考虑将投资组合对冲 或分散到不同市场 甚至国家 但通常如果某个头寸表现太好 就会使你的投资组合一面倒 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是你应该持有多少百分比的股票 才能获得最大的回报 事实上 如果你知道基本的城市设计之时 并使用投资模型进行计算 就很容易找到答案 不用自己伤脑筋去研究 如果你有兴趣参加付费课程学习 请在下面留言 这是很多投资者犯的错误 尤其是新手投资者 投资者有两种类型的 经常看住一只股票 认为它是股市上的一个代码 有时上涨 有时下跌 还有一些人将股票视为一门生意 第一类人总是担心股票的日常价格 当股票上涨和下跌时 他们都非常情绪化 第二类人知道他们拥有一家公司 如果他们的公司经营得很好 只要基本面看起来不错 股票的价格实际上并不重要 当你买了一只股票 你就拥有了一家公司 这就是为什么 确定这是一家 你想要长期拥有的好公司 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他们会继续赚钱 并在未来成长吗 将股票视为生意 而不是股票代码 是卡拉曼获得丰厚 回报的一项原则 你可以看看这张图 基本上显示了管理费是如何损害你的长期回报的 即使是你支付微不足道的金额 也会侵蚀 你在股市上的预期收益 基本上有三条线 三条线都获得相同的回报 5%的年回报率 三条线的初始投资都是10万欧元 蓝线代表1.5%的费用 红线代表3% 绿线代表5% 20年过去了 蓝线几乎翻了一番 达到19万欧元 红线的回报率几乎是蓝线的一半 达到14万欧元 绿线的费用 回报率是负 现在还不到最初的10万欧元 所以这条规则是 管理费用会损害你的长期回报 所以要尽可能地保持低水平 这就是为什么挑选个股好的原因之一 因为你不必支付年费 你所需要支付的只是买卖的经济费 这是卡拉曼的观点 他认为价值投资是最好的投资形式 我将以他讲述 巴菲特收购华盛顿邮报时的情景 卡拉曼是这样说的 值得注意的是 巴菲特没有考虑 华盛顿邮报 是否是股市指数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没有考虑 是否将其加入股市指数中 他决定买时 没有理会公司的市值 或每日交易量 他不担心股票是否设分割 支付或不支付股息 他肯定没有评估股票贝塔系数 他只是对业务进行估值 并以相当大的折扣买了一部分 很多人投资过于复杂 但如果你能找到一间好的公司 并支付一个与它的价值相比合理的价格 你就不会真的出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 我买大多数股票前 都会对公司的盈利价值的 预期回报进行检查 这显然是我们在财务报表分析课程中教的 连接在下面 关于买股票 这是一件很明显的事情 但是很少有人会这样做 试图以低价买入股票 当大多数投资者看到股价越来越便宜时 他们会想卖掉股票 因为他们恐慌 他们不知道股票的真正价值 公司是否赚钱 由于大多数投资者恐慌并抛售 这通常会进一步拖累股价 一般来说 你应该做的是在股票变得更便宜时 买入更多 特别是如果公司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这只是短期新闻和情绪 投资的另一个规则 是以便宜的价格买进一只股票 你所做的就是以低于内在价值的价格买进 并获得较高的预期回报 现实 巴菲特的投资组合中有大量现金 他今年只买了九只股票 但每天他仍然走进办公室 仍然像他说的那样去工作 在股市上寻找机会 但他只会在能找到便宜价格的股票时才去买 所以他一直很有耐心 机会会降临到那些等待的人身上 他们也有正确的心态 他们的低买高卖心态 感谢观看